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要來回答的是一個網友的問題 這問題我覺得其實蠻好的 就是關於沖煮時候的泡泡 因為其實我們在悶蒸的過程之中 會有一些泡泡的湧出 好像在不同的狀況之下會有不同的樣貌 那這些浮出來的泡泡 它是否跟我的沖煮是有關聯性的呢 其實以學長的經驗來說 是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那些跡象 它代表的是你的一些沖煮上面的一些可能的問題 所以今天學長就來示範幾種狀況 跟大家講說什麼是正常的粉狀 那什麼是不正常的泡泡湧出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個比較正常的悶蒸跟給水 好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黑色的花瓣濾杯 那無論你是用花瓣啊 或者是用V60或是等等等其他的錐形濾杯 這個狀況是都會共同發生的 所以無論是哪個濾杯都會有同樣的狀況 好 那我們就來悶蒸 好 正常悶蒸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中間的給水 一 二 三 繞兩圈回中間以後 可以看到我的空氣的湧出 中間還是會有一些氣泡對不對 但是會發覺說它的氣泡是不會有大泡泡 然後看起來你的粉層是吃飽水的狀態 那空氣的湧出它是順順的湧出 不會有大型的螃蟹泡泡 那這個代表說你的給水是正常的 那你悶蒸也算是比較成功的 那膨脹程度也很漂亮 甚至有可能會把你的粉層 稍微撐出一點點小裂縫 一些均裂紋 這就代表說你的悶蒸給水是很到位的 好 那接下來第二段呢 正中間給水 我們用做推粉法做示範 好 跟著下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空氣的湧出呢 是均勻而且很強烈很多湧出的 不會有不舒服的泡泡 然後水到水蒸通以後往外繞圈 好 到180 好 那以上呢就算是一個 鹽不渡也是正常 那你的給水呢 你的霧水 然後你不成吃水都是正常的狀態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的空氣的湧出呢是比較規律的 而且比較不會有很奇怪的 一些奇怪的部分在滲出空氣 或滲出一些泡泡 所以這樣子你的風味基本上呢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示範NG的 就是我悶針不正常 導致的氣泡的湧出不正常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正中間呢給水 給了一點水以後呢 就很快往外繞 然後呢又回中間 可以看到有很多大爆泡湧出 這代表說什麼呢 你的外圍的給水 給的比中間的多 所以當你會把外圍的空氣往正中間擠 所以就會馬上出現這種不正常的氣泡 那我剛才示範起來就特別的顯著啦 但是如果你的泡泡也會有出現類似的狀況 可能少一點點 仍然是你的悶針不正常導致的 就正中間的給水給太少了 那這樣會導致於說你的香氣啊 或是說你的後半段萃取的風味呢 都會比較不正常 好 那現在第二段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的空氣湧出的狀況呢 應該會很不正常 正中間一樣給這樣下去 可以看到 它的湧出非常的距離 而且呢 泡泡非常一直往外湧 然後會往邊邊流 側邊流下去 然後蓋在你的其他粉上 可以看到泡泡的是很粗的 而且一直從其他的部分粉層滲出來 就是會不光從中間湧出 外圍的粉也會一直滲出一些泡泡 像是一些很粗的泡泡 這些泡泡 通常都代表說我在悶針的時候 並沒有讓足量的空氣湧出 會導致於你的身體流速很不正常 而且呢 呃 你的風味容易萃取過頭 那這些都算是 泡泡湧出不正常的一些表象 那接下來第三種呢 是你的磨豆機 可能它的細粉率比較高 或者說它的研磨度比較不均勻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會出現一些泡泡的狀態 好 那我們手法上面就用正常的手法 好 三秒往外繞兩圈 回中間 可以看到齁 我一樣用正常的手法 但是因為它的 呃 細粉率可能偏高 或是它的 研磨度比較不均勻 所以即使我用比較正常的手法 它還是常常會發生這種 泡泡湧出的狀況 那這種通常代表說你的研磨度可能會 麻煩比較大一點 因為你的研磨度是比較不均勻的 或是細粉率是偏高的 這個就有一點點難處理 那你可能可以選擇的是 換磨豆機 或者是你用塞粉器 讓細粉率稍微降低一點點 可能有機會改善這樣的狀況 好 那我們看第二段 一樣齁 我們正中間跌水下去的時候 就看到齁 會有很粗很大的泡泡 會瘋狂的湧出 然後往邊邊溢出 一樣的狀況 就跟即使手法一樣 但是因為研磨豆機的均勻度 就是比較吃緊一點 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導致於說它的泡泡湧出 也是會跟你布水不正常的時候 會有類似的現象 OK 好 那看了剛剛的比較以後 各位是否會跟你平常的沖煮有一些聯想呢 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根據學長說的一些可能性 來做修整 譬如說你可能是 悶蒸給水的不正常啊 或者說你的磨豆機研磨度不均勻 或者是細粉率過高 你可以使用的是調整你的給水 或者是利用塞粉器去調整一下你的 力徑的分布 把細粉稍微塞少一點點 看會不會狀況會好一點點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甚至於可能跟朋友借一下 比較可能高階的磨豆機 試試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那希望最後再補充一下 其實當然 無論是什麼泡泡或者是說 咖啡粉留完以後的所謂的殘粉 這些呢 都並不是百分之百代表說 咖啡風味一定怎麼樣 一定怎麼樣啦 畢竟咖啡還是要用喝的 喝到嘴巴裡面才知道說 它是不是真的好或不好喝啦 那當然也有各式各樣的手法 譬如說像學長當然是 餅吃的就是悶蒸 把它做好風味比較好 這樣的一個基礎理論 那如果譬如說你根本就是不喜歡做悶蒸的人 或者說可能很多外國人 他是使用攪拌法 或者說他的充足概念 他比較不在意悶蒸的話 他的空氣湧出可能就會很難看 但是那就不代表說他不成功 那是因為每一個手法背後有他的理論基礎 所以他延伸出來的粉狀自然就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的手法跟學長完全不一樣 那也不用參考學長所謂的泡泡的問題 那學長是根據可能台灣比較多人 喜歡用的一些手法的一些共同問題 然後整理出來以上的可能的狀況 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樣子我們不要過分迷信 但是也可以參考一些跡象 來做我們充足上面的修正 所以最後是蕭哥覺得這樣很好 然後也給大家做參考囉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發充足攻略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拜拜